好久没有录过做饭的视频 刚好今天天气很好 那就做一个冰糖草莓吧 就是冰糖葫芦的草莓版 然后我们用到的材料有 竹签 然后一颗苹果 因为也可以做苹果版的冰糖葫芦 然后草莓我买了两盒 一个大科的一个小科的 不得不吐槽日本的草莓 真的是卖的还挺贵的 然后有同学对学日语比较感兴趣 然后草莓的日语就是一气沟 还有一包糖 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 还有这个跟白烧糖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知道这个肯定能做 所以就买了一包这个 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去给锅加一下热 然后把锅加热之后就倒入糖 然后等糖稍微化开一点 可以加入跟糖同等那样的水 现在我的糖已经化开了 现在我的糖已经化开了 颜色了 我是觉得用这种颜色的砂糖 比白色的砂糖做出来 应该会好看一点吧 看起来会好吃一点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加水吧 加入和糖同等那样的水就可以了 其实先放把糖和水同时放进去也可以 像我这样的话就有点凝结成块 然后把它煮散就可以了 再熬摇吧 其实应该先放水然后再放糖的 不过也没关系了 把糖熬到全部起 小泡泡就差不多了 可以断过去稍微放凉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切一下苹果吧 把苹果切成小块 然后再用竹枪穿起来 还有草莓 切成这样大小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待会打算给我的那里边加一点蜂蜜 然后这个是我在日本住在那个吉祥寺的旁边 然后三鹰这边 然后他们自己产的蜂蜜 三鹰产的 这个蜂蜜挺好喝的 待会倒一点点 好了我现在全都穿好了 然后把它穿成一串一串的 然后把这个大草莓给它穿成一个就行 我们就把糖浇上去 然后把它端过来 然后把这个糖浇到这个草莓上去 给它沾均匀就行了 哎呦 掉了 看一下怎么弄得要方便 诶 这样转一圈好像 给它抹匀了 然后再给它放到盘子里亮亮 因为我这里材料不要剪漏 然后我上好糖 之后就这样给它亮亮就可以了 正规的做法应该是铺上一层纸 然后再刷上油 然后再这样放的话 它这个就会比较均匀 就不会黏在一起 默默地等待它边亮 边亮边亮 我先吃一颗草莓 这个草莓真的是很好吃的 虽然很贵 草莓做好了之后的成品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来 特写 因为我没有做的特别均匀 因为它有的地方黏到一起了 不然会很好看的 现在我就试吃一个 来 来一个吃播 来 掉到衣服门了 再吃一颗 还有拉丝呢 真的特别好吃 再来一颗 感觉和冰淇淋一样好吃 拜拜 不玩了 如果有人也像我一样很无聊的话 也可以在家试着做一下这个草莓冰档葫芦 或者草莓 不 不得 苹果冰档葫芦 就是把你想吃的全都浇上糖